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地的特派设置组 周三也亲身经历了哈马斯火箭弹近距离落地的紧张场面 以色列空袭行动不断升温 在法国巴黎众多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聚集在一起抗议示威 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 同时呼吁法国政府给予援助 示威者呼喊口号 并高举行由以色列立即停火 停止屠杀等示威口号的旗帜 在巴黎市区蒙巴纳斯聚集 一路走至法国外交部 抗议以色列的空袭军事行动 在法国部分城市宣布气温进入橙色警报的当日 他们在寒风中静坐 表达愤慨之情 显 이러weisen磋色夏威 Bei平台 来自列国 перög嘭林裸 再度养搁 Operation 航空耳术 将其他的国家戴 为防止发生意外 法国警方也动用大量警力 随时准备控制现场 示威活动共持续了两个小时 有上千名民众参与 伦敦股市交易日最后一天 小涨收盘 但回顾过去的一整年 股市表现是史上最糟 尤其以银行股最为惨烈 股价大跌90%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洲地区主要新闻 交给凤凰卫视莫斯科记者站 我是李萌威 在这里也祝您新年快乐 我们明天巴黎再见